CC-Link IE 现场网络连接指南 高速技术篇 相隔一定距离的技术控制 如果控制对象距离较近,就从高速技术模块直接进行配线 但是对于相隔一定距离的控制对象,难以进行多条信号线的配线 如果使用网络,只需一根以太网电缆,即可对相隔一定距离控制对象的脉冲,进行稳定技术 对本视频中实现的动作进行说明 系统由控制网络的主站,和对脉冲进行技术的远程站组成 输入连续的脉冲时 远程站会对脉冲数进行技术 并通过网络将技术直传输至主站 下面,按系统配置,设置与配线,设定,动作确认的顺序进行说明 系统配置 主站的配置 使用内置网络功能的CPE模块 主站对网络进行管理 远程站 或许脉冲,将技术直传输至主站 设置与配线 如视频做事,模块之间只需通过一根以太网电缆进行连接 插入电缆,直至听到咔嚓一声为止 系统配置和设置与配线已完成 接下来请观看设定 接下来请观看设定 明镜顶 明镜顶 明镜顶